賴玲恩約會絕不遲到 不老公敬不絕的自己性感 像我今天帶的這個永恆系列 我自己就非常的喜歡 那因為我對於表 不只是希望能夠有功能性 那再來就是要可以有搭配性 然後還要能夠是美觀的部分 賴玲恩今天一席藍色弟兄 全主席美督表活動 優雅又性感 我自己的本身個性 就是也帶點一點神秘性感 但是又不是優雅 自己講 你覺得神秘優雅不是性感 那公園最性感的狀態是什麼 不他 他 他不覺得性感 對他沒有覺得我是性感 他都說我很可愛 他可能比一般的男生的尺度還要大 他並沒有覺得我怎麼樣是性感的 對他來講都是很平常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就好比我今天穿這樣 他可能也會說平常就是這樣子啊 有一次好像是要出席一個活動 然後我那天特別想要穿一個真枝的陽裝 在穿之前我想要先把它洗過 洗了烘乾之後 那個真枝的陽裝就縮短了 然後我就在那個鏡子前面看了很久 然後想說是不是有點太短了 我就說老公是不是有點太短了這樣 然後他就回說 我知道 你在裡面穿一個黑色的透膚的絲襪就可以啦 然後我就出門了 然後走在路上的時候 我的助理就說 你的屁股都露出來了呢 他也透露和老公都非常遵守時間約定 如果你們在私底下小苗口啊 吃個飯啊 看個電影約個會的時候 你是首實的那一派嗎 這我必須要說 我是一個非常精準的人 像美肚苗一樣 我不遲到不早退 就是剛剛 剛剛好 就是約會的話他都會來載我 所以我還蠻安心的啊 就是他跟我講說幾點有沒有 例如12點到 12點來接我 那我就是12點的時候 準時到樓下 通常是這樣 但他可能50分的時候 他其實就已經在樓下了 但他不會催你 他會希望自己是能夠找到的那一個 喔 找到的 通常會說只有他可以等別人 但是不希望別人等